你快来啊 老公 你快来啊 又怎么了 快点啊 怎么了 老公 这个姐姐是谁啊 孙芸 你干嘛乱损我的东西 我没有 我在找这个卡通漫画呢 那你刚才问我什么 那个姐姐是谁啊 她是 她是 她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 那她去哪儿了呀 她去美国 美国 美国是哪儿 美国 那你想她吗 本来不想 但是被你把照片那么翻出来一看她就 要那么一点点想 来 特总 来了导演 来 坐坐坐坐 来 喝水喝水喝水 有我水喝了 大伟 怎么着 从此以后你再不要打扫卫生了 我要再让你这么个高手给我打扫卫生 那我就太牛了 好 那我干什么 当教练 给我叫学员嘛 怎么样 这个 这个啊 这个我要考虑一下 那 那我训练你 咱们参加下个月的冠军联赛 怎么样 这个我更需要考虑 哎呀 大伟啊 咱不要这么婆婆妈妈行不行啊 你 你 你考虑什么呢 为 为什么呀 我 想 我 想 我 想 秦子卫是住这儿吗 对啊 地方还不错 你是谁啊 我是他老婆 什么 好吧 我告诉你啊 你 为什么呀 咱们这个 你 为什么呀 咱们这个 喂 别唱了 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和大卫在一起的 哦 我们在一起已经好长时间了 我秦子卫 跟我分手才几天啊 你知道我和谁吗 知道啊 好 既然你知道我就告诉你 我这次回来 是要和大卫在一起的 好啊 好啊 你明目明白我的意思啊 我要说我要住在这儿 好啊 好啊 你想气我是吧 我告诉你 我会一直住在这儿 我是不会放弃大卫的 姐姐 我们都不会放弃大卫的 姐姐 晚上要不要跟我睡一张床啊 是用你的 是有那么回事 是有个老太太过来找过病人 不过就来了一次 病人见了他之后很激动 结果呢就把病人给吓走了 找得到了 就只来过一次吗 对 只来过一次 你没有记错吧 没有 好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赵达 你回来了 不是 小林 你认错人了吧 你怎么这样说呢 别说话呀 你打听你了吧 你说说 老达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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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她是谁啊 她是谁啊 小妹妹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好吗 她是不是欺负你了 小曼 曼 曼 张达回来了 小曼 过来听话啊 阿姨 这是我朋友没关系的 不好意思啊 我想问你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她前两年出了个朋友 出国后没回来 想不开就成这样了 那多长时间了 三年了 我们在这儿待着 都快两年了 我和她爸爸 都没有照顾她 迷不了人呢 那医生怎么说 慢慢恢复吧 这个病也不好说 你们家也有人在这儿住院 我有个妹妹 情况跟她差不多 咱们就慢慢熬吧 这事急不得 小曼 来 来 跟妈妈说 妈 赵达回来了 好 我知道 来 跟妈妈说啊 妈 她赵达 好 赵达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再见 好 哎呦 不好意思我黑头吧 苦苦了 又黑开头 吃米饭了 又闹又闹又闹 又闹又闹 好苦 毛豆毛豆姐 老公你回来了 小鱼你吃做药了 没有啊 看看 看看这是什么 有什么的味道 什么的味道 炸鸡块 我都喜欢吃了 试试你饭前可以吃的 我先给你做饭 老公 你好朋友来了 好朋友来了 你好朋友 大熊 大熊 不是了 是一个姐姐 是个姐姐 我什么时候姐姐的好朋友 真的是一个姐姐 我真的没有姐姐的好朋友 是不是撒谎 我没撒谎 你跟我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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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一个妹妹的朋友 就是你 是不是刘涛 是不是刘涛 是不是 不是不是的 不是 回来干嘛 我要不回来 还看不清你的真面目 我原来一直以为你老是有专业 没想到我才走几天呀 你连女人都找了 不是 你说是 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不是啊 外面那个不是人啊 呸 我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吗 我告诉你还真不是 你以为我是你啊 人家是脑子有问题知道吗 把我当她丈夫了 一直跟着我 我在照顾病人那种 你以为我是傻子呀 他一口一个老公的喊着 你以为我聋啊听不见 我知道我知道 我跟很多人都解释了 他们都不相信你 好吗 时间长了你自己会看见的 再说我也没必要想你进去 说吧你回来干嘛 我要在那边开一个中餐馆 回来找几个人 都开上餐厅了啊 有钱 那你这次回来是住 咱们这儿的这个 洗来灯啊 还是海宾司机啊 我不喜欢住酒店 为什么啊 我原来自己就是做酒店的 天天看到酒店就烦 不想住 对啊 有钱了嘛 是不是 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那你是不是准备租套别墅来住几天啊 摔好地儿了吗 我刚回来没来急 那你可惨了 一会儿天黑的你住哪儿去啊 睡公园啊 我住你这儿啊 什么 我在这儿又没有亲戚又没有朋友 但是 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行行行行行 我我我我告诉你 我方不方便我也不会让你住的 你凭什么住我这儿 我们俩什么关系你就住我这儿啊 你要是不方便 就算了 你这这这这这真的没地方住啊 你刚才说你在这儿待几天 待不了几天 你去一天 我上辈子钱了 我上辈子钱了 小鱼 老公 要睡觉了醒醒了啊 睡觉了不玩啊 那个姐姐是不是要住在我们家了 对啊 你欢迎她吗 欢迎啊 真的 当然欢迎了 这样就有人陪我了 对啊 可是 我叫那个姐姐 最喜欢我 没有啊 怎么可能呢 姐姐很喜欢你的 她刚才跟我说她说她特别喜欢你 她说你很可爱很漂亮的 真的吗 真的 我也喜欢她 我也喜欢她 那个这段时间姐姐跟你睡一个床好不好 嗯 好啊 好 那就设定了啊 嗯 行了 睡了啊 晚安 老公晚安 晚安 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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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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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以后叫我起床温柔一点 疼死我了 我知道了 伯伯 姐姐呢 早都起床啦 早点都买回来了 这么快 这么快 起床 吃饭 去啊 牙膏都给你系好了 快去啊 怎么傻乎乎的 没事 没事 不好意思 一起吃吧 够了 大爷 打扰您一下 请问您最近见过这个人吗 不认识 您再好好想想 一年前的大哥在这儿租过房子 不认识 您再好好想想 你真是这么着是烦啊 我说不认识就不认识 快走快走 别带我下棋 那打扰了 老公啊 我去买包烟哦 好 快点啊 陆姨明明说过来过这儿住 怎么就说没有人认识她呢 喜欢 未必 姑娘 姑娘 是你要找陆姨吗 对对对 您认识她啊 认识她 您真的认识这个人吗 她在小院和我们住了一个月的邻居 她每天都到医院去看孩子 您确定 她真的在这儿住过一个月啊 真的呀 这段小事 何必撒谎 那 刚才那位师傅怎么说没见过啊 她呀 她是拿人钱财 云消灾呗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你怎么又来问我 我想请你如实回答 因为陆姨来了不止一次 不 她只来了一次 一次就把病人吓跑了 我就知道这么多 其他的没了 可是明明有人告诉我 陆姨每天都来照顾小鱼 你作为小鱼的主治医生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你是相信医生 还是相信其他人 这个病人很特殊 她不能见熟悉的人 否则她会受刺激的 我们要对病人负责任 怎么会让她见陆姨呢 你们既然对病人负责任 你们怎么会让她见到陆姨呢 那是陆姨强行闯进来的 这么大的一个医院 那么多的人 你们居然连个老太太都拦不住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们已经尽力了 尽力了 我妹妹现在下路不明 你跟我说尽力了 我告诉你 我已经请律师了 我要告你们医院的责任 她不是 不是我们 我 她是什么 我跟你说不清楚 我还有事 再见 你等等 你到底在掩盖什么 我掩盖什么了我 你不要胡搅蛮缠好不好 我现在请你凭良心说话 你有没有拿人家的钱 给 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告诉你 我跟你们没完 算了 跟她生气小玉也回不来 怎么了 怎么了 那个洋娃娃 好像是小鱼的 因为原先我跟小鱼每个人都有一个 小鱼那个我一直没有看见 他们可能跟小鱼认识 我去问问 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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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原来是你妹妹啊 您是怎么知道的 那会儿小鱼和小曼天天在一起玩 我和陆大姐谈得也挺来的 那陆阿姨在这住了多久啊 一个月吧 她每天都来看小鱼啊 刮风下雨雷打不动啊 阿姨 您还记不记得 小鱼走的那天的情况 走的那天 很突然 好像很仓促 决定要转院的 是一个什么经理 帮着办的手续 车开到门口的时候 车被陆大姐给堵住了 小鱼跑下汽车 抱着陆大姐不肯走 陆大姐就骂曹什么 你要害小鱼 曹什么 曹什么我就记不得了 好像是曹什么经理 是不是叫曹月 对对对 就是叫曹月 后来就是曹月和陆大姐吵得很凶 曹月找来很多人去找小鱼 再后来陆大姐就不见了 以后的事啊我就不清楚了 妈 赵达说她再也不离开我了 小妈 乖 来 小妈 你看这花是赵达给我 好 跟妈妈走啊 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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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着我 小鱼 小鱼 来 吃苹果 谢谢姐姐 我不吃 小鱼 小鱼 我考考你啊 这是几啊 三啊 这是几啊 手 我问这是几 五 那三加五等于几啊 八呀 三乘五呢 十五啊 真聪明 小鱼 别看了 来 来 过来 我给你聊聊天 我再考考你 你知道中国的首都在哪儿吗 姐姐你不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了 那你知道还问我呀 不知道啊 姐姐你好笨啊 北京都不知道 我忘了吗 小鱼 嗯 你跟大卫怎么认识的 有一天晚上 我碰到他 他把东西给丢了 然后我捡起来还给他的时候 他就拉着我的手说 他要做我老公 让我做他老婆 还说 永远永远不跟我分开 吃菜 吃啊 你怎么回事啊 没事 喂 服装 我发现阿远这两天瘦了啊 给你小合跑的 嗯 应该的 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我这两天去郊外转了转 没什么线索 去郊外了 那行 总比在家待着想 哎呀 你这样你有什么事啊 你跟我直接打电话 找着我啊 你找曹岳也行 知道吧 爸 你好像很信任曹岳啊 是啊 他挺聪明 挺能干 帮我干了不少事 可是你不是说过 他那个人 性子很齐 野心很大 很难约束吗 哎 这跟信任没关系 你跟一个人在一起 你必须容忍他的缺点 把他的缺点呢 变成你的优点 是吧 你仁无完人 是不是啊 你光看人缺点 这么点人优点了 这叫有容乃大 对吧 可是我觉得容忍 也需要一定的限度 那你是 我吃饱了 你慢慢吃 有闹一个侴的 我谁一群毛鸭子 女谁也一群毛鸭子 我谁这群毛鸭子 走走走走 你先 select x2 我可以吃 出去玩出去玩去 老公 你要带我出去 你回去 我 mij去玩 活完衣服 回去 老公 姐姐去不去啊 你们要出去玩啊 带我一块去玩 好啊 那我换衣服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办法 他们那边说的只要带一个人 那 那你们都去了 我一个人在家干吗呀 我知道 我知道 不 我也不想去 他们非逼着我去这样吧 我跟小玉就去一会儿 然后马上回来 好吗 就一会儿 带我去吧 我在家好无聊啊 老公 你就带姐姐一起去吗 我没说不带她去啊 我们今天上来穿什么衣服呢 对不对 好 那下来好了 就穿那一件 走 穿漂亮点 这个大 非常好 我直接做了 合发 一个批刀的 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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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又不高兴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听说你来查清小鱼的病情 我过来看看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你朋友根本不帮忙 不让看 不会吧 你没跟他提我的名字吗 提了 不管用 怎么可能呢 走 我说我再跟他好好收拾去吧 我再跟他好好收拾去吧 算了 我先走了 去第三个小鱼的病情 要住在你家呀 大哥 那我能怎么办呀 他非要住我家我能怎么办呀 我能把他赶出去 像他当年对我一样吗 哎 大卫 不是 那你 你们俩 我跟他什么呀 我睡沙发 他们俩睡床 那人家说了吗 待多长时间啊 这也倒没说 不过我估计他也不会住太久吧 难道会死来着不走 你以为像你啊 你就是心肠太软了 我怎么心肠太软了 我想想当初他把你东西都扔了 都 都给你卖了 我这想抽他一下 行了 行了 你大卫这么做也没什么错 是不是 你说男人跟女人计较那么多干吗呀 嗯 不过大卫 这孤单寡女的旧情容易复发 别别别别别 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告诉你 不可能啊 请问您就是胡医生吧 对 是我 一年以前 您是不是在安康医院工作过 对啊 那您记不得有一个女孩 脑子受伤了 然后醒来之后 情绪得非常激动 什么也记不起来 你说的那个人 是不是叫双小鱼 对 你是 我是她姐姐 你叫夏合吧 对 就是我 你是因为病例的事来的对吗 你怎么知道的 这件事情说起来话长吗 你想从哪儿听起呢 就是我妹的病情 嗯 你妹妹刚来医院的时候 她的病情很罕见 而且非常特殊 我和主任还有几个医生进行联合会诊 最后帮她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 后来医院 医院来了几个从外面来的所谓的专家和主任 对小鱼的病进行了重新的鉴定 而且对她的这个治疗方案也有改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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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大V喜欢吃什么 知道吗 不知道 他呀 喜欢吃酱排骨 烘烧肉 就是不喜欢吃鱼 嗯 好耶 嗯 教我做饭好不好 我老公这两天很累 我想给他做好吃的 嘿嘿嘿 我有一个问题 嗯 假如 用第二套方案的话 结果会怎么样 南辕北辙 小鱼的病可能永远不会有好的那天 哟 米老板 战后重逢啊 怎么样 服了吗 这看你说的 什么服呀 那要服的话 那以后玩下去 那都没劲呢 嗯 那你什么意思 莎莎 你还是答应 跟我联合吧 我为什么要答应你 嗯 我有实力啊 我可以做你的靠山 做你的后盾 嗯 实力 嗯 米老板 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是你们输了 嗯 行 当天要不是秦紫薇突然跳出来 那你们肯定是死定 不管怎么说 也是我们赢了 嗯 好好好 我知道 你现在很骄傲 因为你们的奥利的日子又好过了 很多人又冲着秦紫薇气了 但是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要把秦紫薇挖过来的话 那你答应跟我联合吗 你拉得过去吗 你太自信了吧 你看你又发现我的一个优点了 我这个人就是自信 我呢就是相信我能做很多很多事情 我就是相信你到最后一定会爱上我 看来我是评估错了 你是自信过了头了 嗯 好好好 我知道你还是不相信我 好吧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反正到最后 我把秦紫薇挖过来的时候 你就会相信我了 哎 米老板 不管怎么说 咱们也是那么多年的朋友了吧 嗯 我向你透露个内部消息 秦紫薇已经答应到我们奥利来做教练了 你这个梦啊 没头了 我就知道秦紫薇嘛 现在是满身金光 因为她赢了嘛 也是你们奥利的一块金字招牌了嘛 但是你别忘了 我是米奇 米奇一旦把你们这个神话打破的话 那你们这个金字招牌 不就是可以懒得我的怀中了嘛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想知道 你到时候就会知道的 连我也不告诉 你干什么 你好受麻啊你 我告诉你别拿感情诱惑我啊 我是不会说的 还有 这又是我另外一个优点 我是公私分明的 知道吗 行 我走了 对莎莎 一点 知道什么意思吗 法语的 我爱你 拜拜 李总 您找我 不找你找谁啊 现在我交代你一个最简单的任务 马上给我把亲自问的资料 全对我调查出来 要详细的 他从哪来 他干过什么 他喜欢什么 他不喜欢什么 他有什么约点 什么缺点 他喜欢吃干的 还是喜欢喝戏的 他跟谁交个手 战绩又如何 都给我详细的 调查出来 我知道了 好 好 啊 然后 最后 再给我们制定一个 毕生的方案 你我听着 只许声 不许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又迟到了 怎么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啊 是谁让我们吓到小姐了 曹总 一年前小鱼的病 是你找的医生会诊的吗 是我出面的呀 为什么非要让小鱼转院 为了让她更好的康复啊 真的吗 难道还有第二个理由吗 你是不是去找那个姓胡的医生 请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两份会诊的报告 完全的不一样 小鱼的病情比较特殊 刚开始的诊断结果 不是很理想 治疗方案呢 也不是很正确 夏董看到没有什么疗效的时候 就委托我找专家重新会诊 所以才出现了这两份病例 可是胡医生跟我说 第一套很有效 第二套方案 对 如果按照第二套方案的话 小鱼就永远不会康复 对吧 她有用同样的话吓唬过我 我看她这个人是有私心的 什么私心 刚开始我找专家会诊的时候 她不同意 等会诊结果出来之后 她更不同意 其实她是怕她当初的 那个治疗方案 耽误了小鱼的病情 怕我和夏董责怪她 所以她才这么说的 那你的第二套方案呢 有效吗 没有效 说明你失败了 不是 如果陆怡不出来阻拦的话 恐怕我们就成功了 跟陆怡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当时我让陆怡 甲办疗养院的清洁工 去接近小鱼长达一个月之久 可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陆怡已经把我们精心设计的 修身静养计划完全打破了 那会儿我一看没有任何疗效于事 我立刻决定把小鱼转院 可是这时候陆怡又出来阻拦 并放走了小鱼 到现在还不见人影 都怪我太大意了 为什么这些事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 因为我们知道 你对小鱼和陆怡的感情是很深的 你心地善良 我怕你知道之后 无法接受陆怡的所作所为 才没跟你把实情讲出来你知道吗 你想的还真走刀 应该的 我在这个位置上 就应该想夏董之所想 极夏董之所极 否则 还要我这个人有什么用 爸 你怎么那么早就起来了 我现在到时候出去一趟 大清一天的去哪儿啊 曹月 约我打球 对了 爸 我昨天去见曹月了 你怎么不问我 去见她干什么呀 你见她干什么呀 还是为了小鱼的事呗 我觉得 小鱼的病当时查得有点问题 好像 好像跟曹月有关系 怎么了 跟曹月有关系 嗯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是吧 就是感觉对的事好像不是对的 错的又不像是错的 反正我都乱了 我感觉我现在判断力一点都没有了 我跟你说 你可能这阶段啊 找小鱼太累了 没休息好 你该好好休息休息 还有我跟你说 你昨天没看到了 未必都是真的 你得过过脑子 知道吗 你光喝牛奶怎么行 我去给你煎两个鸡蛋 那太好了 要糖心吧 对了 等着 喂 海萍 好好好 有时间有时间 等我一下换下衣服就过去啊 拜拜 小何你没事吧 小何 有些事能告诉我吗 我也说不清楚 没关系啊 咱们只是朋友之间的闲聊 不涉及公事 我也不会做笔录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 我辜负的药瓶真的是被换了 那该怎么办 首先你要有证据 你要有人证 物证 去证实那个药瓶确实是被犯罪嫌疑人偷换的 而引起伤态的死亡 你有物证吗 我有 你敢证实你手里的物证和有效不被嫌疑人推翻吗 好 那你有人证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算你知道凶手是谁还有什么用的 就算我现在有证据 可是我 我并不知道谁杀了我姑父啊 谋杀不外乎金钱和情仇 你多从这两方面想一想 可是我姑父的社会关系 还有人际关系 我根本就不了解 我怎么想我也想不到那个人是谁啊 好 那我再提醒你一下 在嫌疑人不明确的时候 谁获得的利益最大 他就是第一嫌疑人 谁获得的利益最大 小贺子要是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你急什么呀 你把话说清楚啊 这话呢 好 那咱们就是闲聊啊 好 你别往心里去 如果 如果商长泰是被谋杀的 那么第一嫌疑人应该是商小鱼 小鱼 这怎么可能呢 他跟我姑父关系好得不得了 而且他怎么可能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咱们抛开其他的不说 只从利益上看来 商长泰死后 商小鱼继承了常泰集团 他就是利益最大的获得者 但根据排查 商小鱼没有直接杀商长泰的直接利用 所以他可以排除 那好 那咱们就看一看 谁是第二个利益获得者 谁 你真是当局者 这话本来不应该当面说 因为这话直接说不太合适你知道吧 你烦不烦你就直说吧 现在 谁是常泰集团的董事长 我爸爸 爸 你简直开个天大的玩笑 怎么可能是我爸爸呢 这简直胡说八道 你看我都说了咱们只是闲聊 你要是生气的话 那我就不说了 那动机呢 动机呢 我说过 金钱和情仇 那更不可能了 我姑父在我爸爸最落魄的时候帮过他 当时我爸爸下岗了 是我姑父把他带到工厂里 一步步做到现在的 姑父对我们家有安 我们对姑父只有情没有仇 还有 我们家现在很有钱 根本就不缺钱 所以你的判断是错的 也许是我错了 也许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我的话说完了 你好好想一想吧 好 好